觀眾朋友們午安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特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邀請您拿出手機平板 或是開啟電腦 來搜尋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別忘了訂閱分享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 同時也歡迎留言 跟我們隨時互動一下 同時邀請大家可以下載 TVBS新聞網的APP 來掌握最新的新聞消息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新聞網的頭條 今天郭董事出關了 還跟大家比了一個愛心 還說接下來周周都會有疫苗 不過我們現在這個指揮中心 現在卻被對比說 好像感覺上面行徑越來越荒唐 我們今天就來就此討論 先來歡迎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的來賓 台北市議員許曉青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王上志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的指揮中心 荒唐行徑真的是頻傳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這個圖片 這個政策現在變變變 是不是已經淪為了一個國際上的笑柄 很多人在講說 這陳時中他不是要邀請郭董一起去接機嗎 是不是現在自己陳時中 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先來聽一下 紅海董事長 郭董事長還在 應該還在居家檢疫 在旅社居家檢疫 我也非常希望下一批來的時候 他能跟我們一起再到機場去迎接 我們的第二批的疫苗 對 陳時中這番話就被抨擊說 你是不是搞不清楚狀況 怎麼變成你反過來去邀請郭董 當然郭董好像也不買帳 所以現在大家就翻出來說 這陣子指揮中心荒唐言行 其實不止這個 包含昨天這個防疫巴士上面發尿布 也是被大家所詬病 我們先來聽一下 那至於沒有規定說不能夠上廁所 但是發相關的這些衛生的一些 應該講衛生 這樣我明白 相關要使用在衛生上手 必要是衛生用品 那這些是預防說萬一你塞車的時候 那路途又遙遠 那沒有休息站 那都是一些不得已的方法 就如同有時候我們過年要回南部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準備一些尿布起來 要回南部要開那個高速公路 派說塞車塞太久 那都是以防萬一的時候 必要的時候來使用的 並不是規定一定要這樣子用 竟然拿來類比說返鄉也要包尿布 所以讓大家聽的真的是哭笑不得啊 所以我們接著來看 荒腔走板的行徑還包含了 這個一百一十萬個細胞檢訊 有人說有需要這樣子發這麼多嗎 會不會有點發的太多了 他就說發檢訊 其實是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覺 你有症狀再去採檢 可是真的去到檢疫所看到是什麼狀況 這是長榮的機組員 他們去爆料 他就說這個檢疫所滿地的蟑螂 甚至是干涉 這衛生環境真的是很不好 而且不只是如此 其實就連這個定序 Delta的定序 其實現在也是問題擺出 因為像是臺北也好 臺中也好 這個Delta定序都隔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像是這個臺北定序相隔了三十三天 明明七月十三號確診 可是到八月十四號才通知說 他是Delta嚇人家一大跳 臺中也是七月十五號就確診了 也是要拖到八月十號才定序 這樣子如果人就已經跑出去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黃珊珊就說 這個解隔離回家 你才說是Delta 這個指揮中心的定序 也處理得太慢了吧 但是也被大家質疑說 會不會只是針對這個藍營的縣市 定序才這麼辦吧 因為大家回想 當初這個秘魯祖孫 屏東的秘魯祖孫 當時他們六月十五號確診 在六月二十四號的時候 陳時中就講說 基因定序要來了解一下 一天之後就搞定了嗎 一天之後就定序說 確認是Delta 因為當初是擔心說 秘魯在流行是Landa 所以到底是哪一種 馬上定序就出來 所以是不是綠營執政的會比較快 跟這個羅英軍的講法 好像有點矛盾衝突 羅英軍講說基因定序 遇到困難 要等到病毒培養出來才能定序 那為什麼遇到綠營的縣市的時候 就可以這麼快速 再來就是這個地方 五月五號 當時這一個疫情 還沒有大爆發之前 李秉穎去接受 這個Coco姐的一個專訪 他提到說柯文哲 講說機組人員 應該要優先接種 真的是會被國際給笑死 然後事隔幾個月之後 他自個兒說 他自己說現在 這個機師頻傳突破性的這種感染 建議要追加打第三劑 那你當初講說 不是要被國際笑死嗎 難道現在網友上面就哭手說 他真是國際笑餅 餅 那個李秉穎的餅 所以大家覺得說換個時空 你是不是打煉你自己 現在包含了像鄭文燦 李秉穎都講說 要用最高規格來防備 Delta不是現在才來 Delta在六月份 秘魯祖孫的時候就已經來了 現在才做 是不是有點後知後覺 當初諾富特都沒有想到 你這個防疫標準 自己打臉自己 小心 其實Delta病毒早就進到台灣了 只是說我們都用 這個居家隔離檢疫的方式 把它擋住 也就是說很多的旅客 他可能在國外旅遊回來之後 他是怎麼樣 他是隔離14天 那在這14天期滿之後 會去做一個篩檢 所以14天的時候 就算他潛伏期 他也慢慢浮現出來 所以在台灣 我們已經找到非常多起的 這個Delta的病毒 可是每次公布都只說是境外 通通都是境外 這次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的恐慌 變成一個群聚世界 其實就是來自於這個隔離的 就是說對於機組員的隔離的措施 他們是採零家期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打完兩劑疫苗的人 那你回來之後 你基本上你是可以直接 像先前的規定 就直接回家 然後也可以出門 這次都是政策上面規定是可以的 所以零家期的政策 我自己認為是過度的寬鬆 過度的寬鬆 那面對Delta病毒 他有突破性感染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我現在認同的是說 李秉穎他講說機組員要打第三劑 但是你回頭去看他當時講說 如果讓機組員優先接種疫苗 會被國際笑死 這件事情有多麼的愚蠢 你知道嗎 現在變成是說打兩劑疫苗都還不夠 都不足以讓零家期的這個政策 把這個病毒隔絕在境外 那又何況是 如果一劑疫苗都沒有打 採取原本的三加十一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全民真的都很努力 很多的小吃店 很多的服務業 在這個期間很多都倒了 為了什麼 為了跟上我們國家的防疫 那所以好不容易 已經清得差不多了 我們當然必須要把這個牆 築起來 讓境外的病毒不要移到境內 否則台灣大多數人還沒有打過 兩劑疫苗的情況之下 萬一回到五月 那是我們都不想看到的 可是你看到指揮中心 他們在做很多防疫措施的時候 就是不夠細膩 比如說這個止尿布 我認為發止尿布是沒有問題的 但你要給別人有足夠的時間 先去換上 因為人家是指控說 你是在車上的時候才給 那你知道你要怎麼穿 對啊 在車上怎麼換 對 其他的一些防疫人員 他穿隔離衣的 其實本來也是做止尿布 像我們的醫護人員很辛苦 他們也都會穿止尿布 可是你有一個時間 先讓他們去換上 那這個不管在尊嚴上面 或是實際的使用上面 這都是比較好的 再來這個檢疫所也是一樣 這不是第一次被控訴了 先前檢疫所給我們的 這個移工朋友住的時候 也是有這樣子的問題 但或許因為移工朋友 沒有這麼多受到大大的注目 所以討論度是比較低 可是當時移工朋友 住在這樣子的環境 你不能因為 他不是我們本國籍的人 你就給人家住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應該要有最起碼的 一個衛生的水平 那上一次的問題沒有解決 又留到這一次被大家控訴說 裡面怎麼都是一些蟑螂的屍體 然後那個水龍頭 幾乎全部都是生鏽的 那這樣當然就是 我們指揮中心 在整個防疫過程中 就是掉期 最後我要講的是定序的部分 還包括PCR的檢測 這一次的長榮的基石 他有一個被判違規的 是說什麼 他在拿到PCR檢測報告之前 就已經離開出去走走 然後什麼可能去看醫生等等的 然後看醫生的時候 沒有誠實的說明自己的TOCC好 可是我們都發現說 現在PCR應該沒有塞車 不是一個小時就可以拿到嗎 像以我自己選區的醫院來講 我問過 大概做了多久可以拿到 他們大概回覆是一個小時 最多半天 那為什麼那個機師 他是PCR時間是不是有拖到 或是比較久 才會使說他在沒有拿到PCR的時候 就出門了 如果是你PCR給的太慢 其實你這時候要去責怪說是那名機師 他太早出門了 這好像也不太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你的時程上 你不能只對人家有規範 你對自己也要有規範 你PCR的時間要多久才能夠出來 你也要給別人一個答案 就像這個基因定序 你多久能夠做出基因定序來 你這個應該可能一個時間的範圍 不見得就是說三天 你可能三天內 五天內都可以 但是你這個標準應該拿出來 而且是各個縣市都要相同 才不會給一些非綠營執政的縣市 覺得是不是如果Delta發生在屏東 你們動作就特別快 發生在我們臺北 你就慢吞吞的 那這樣子給市民朋友的感受 就會非常的不好 其實像這次Delta的事件 很多人就在講說 我們執政黨 像真的危機處理沒有那麼好 就像是這個尿布事件好了 你應該不是讓所有人上車之後 才發尿布吧 然後再加上這個政策來說的話 也是被質疑說 你政策變變變 過去你說會被笑死 現在你卻提出一個 當初你自己說 會被笑死的一個政策 其實我們整個 整體政策來說的話 好像執政黨 都沒有所謂的超前部署 親愛講說 剛剛在我們看 在那個電視牌上那麼多 這些信息 其實全部加起來 就是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說對於現在防疫 我們已經這麼長的時間 而且在去年已經看了 那麼多國家在進行防疫 可是我們始終所有防疫 從上游到下游 從先前的剛剛講防疫政策 包括剛剛講檢疫所 包括等等到下游 包括救治 或者是等等的這些安排 當中我們都沒有SOP 我們都沒有一個 從專業當中 在每一個環節去設計 或者去思考 究竟要怎麼樣才能完善 像其實我也查了 像是在包括像日本跟韓國 在疫情當中 他們其實發給醫護人員當中 都是包括尿布的 所以其實尿布這件事情 其實不能算是侮辱 就像剛剛小青講的 就是你有沒有清楚的考慮到 他們更換的地點跟時間 所以這筆頭 其實他都是要在 所有的政策 防疫的政策當中 每一個環節當中 他都要有專人設計 其實我講說 我們在台灣經常在比照日本 日本在所有防疫政策當中 我不是說他們做得好 其實這次日本的防疫 也凸顯很多日本的 比如說醫療院所 包括醫護人員 甚至包括白色巨塔 是指什麼 政府撥了幾兆的部分的 給醫療體系 可是醫療體系都不增加病床 因為他們怕病人流散 所以其實每個國家 都有出現問題 但是日本無論如何 在所有在防疫政策當中 是這樣子 所有的環節 都會有專人去思考 整個這一塊的設計 比如說這對醫療人員是怎麼樣 還有包括像現在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不知道台灣 如果你一旦確診 你輕症了 或者是你有重症的家人 你到醫院裡頭 他們會怎麼救治 明明說我們現在已經確診 已經死了那麼多的同胞 作為我們的前面的前例 按照道理醫療救治 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經驗才是 可是我們聽到 在不同的醫療體系 你在台大到榮總到長庚 你在慈濟體系 大家的各自的救法 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裡頭就很牽涉到說 其實防疫中心很大的重點是 當然在防疫這麼樣一個 很混亂的狀態當中 所有部分的狀況都是要發生 你才會知道 但是一旦發生之後 你應該要有一個體系跟機制 不斷把這些混亂當中轉化 變成一個在每一個環節的SOP 像香港比如說 在先前來講 是針對一般民眾的防疫 當中的做法 那麼現在你看 現在因為醫療破口 或者是剛剛講 機場的這些機務人員 可能他們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所以當然就要有專人去設計 可台灣的麻煩之處就是 台灣就是一個很潛諜 跟在大家在打混仗的環境 一旦發生事情的時候 最後都是靠著某一些努力的人 跟特別有心人 去最後幫你把問題解決 可是問題解決之後的這些經驗 都沒有辦法導入 而且大家還是在打混戰 所以才會講說到底 特別像我自己很在意 就是基因定序的問題 像基因定序的部分 就像剛剛前面講的 為什麼在屏東一天 然後在其他那麼重要的 在已經有機師感染 Delta的環境之下 怎麼會拖那麼久 所以其實在我自己的評論裡頭 我經常在談基因定序 因為你從基因定序就可以知道 因為有時候當然有很多的人 你可能也不見得每個人 都能基因定序 但是比如說你是多少人 所以的情形之下 多少感染者 或疑似感染者的情形之下 做基因定序 他應該是幾天 如果人比較多 應該是怎麼樣 按照道理 其實這都應該是可以梳理 跟整理出一個 我剛剛講的SOP 當然我這裡也特別發現到 是剛剛講說 在衛福部裡頭 其實最近陳時中你提到 陳時中要接機這件事情 他雖然是一個政治動作 可是他真的還是有趣 怎麼意思 你可以很明顯看到 陳時中現在有在醞釀一個 跟郭董一笑敏恩仇 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因為就是講 BNT接下來每個禮拜都來 意思就是每個禮拜 要打臉陳時中 所以他不趕快 每個禮拜都被打巴掌 也是很難受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氛圍上中 一直有跟陳時中有 跟一直想跟郭董 一種引恩仇的概念 而且你知道最近剛好 我覺得在網路上的網劇 在重演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就會出現一個 叫做很厲害的人叫 星宿老怪 他的化工大法 就可以把人家的功力 吸收轉化變成自己的 我現在講的部分是 陳時中其實在有關於 民間採購疫苗這件事情上 他一直是負面的角色 可是最近他很清楚的感受到 他在轉化 他的部分的這種政治的這種氛圍 很多的批評或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他有在尋求一個中間數 比如說他最近已經沒有 那麼樣的力挺高端 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包括我衛福部裡頭認識的人 都提到 裡面現在陳時中的部分 對於高端已經沒有捧上天了 有點在驗證說 高端確實都是最高層 蔡英文等級的要求 不見得是承認自己的態度 所以這裡頭 你覺得他慢慢跟BNT 或者說BNT背後代表了 很多的民意 民意的歡迎 民眾歡迎BNT 民眾肯定郭董 他往一種民眾的正向方向的靠近 這個政治行為 這種政治態度是很優微的 但是我們最近感受到 陳時中的這個部分的態度 顯現他我覺得 有一個重要的部分是 因為接下來我們都知道 蘇貞昌內閣 其實在接下來年底 一定應該就要走路 各方面的顯示已經出來 他就一旦走路當中 內閣總辭 陳時中當然都會覺得 我們都覺得 應該他不會被換掉吧 但是在內閣總辭 轉換過程當中 陳時中當然還是要顧自己的 顧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說陳時中 最近的政治動作 有點他要更擁抱 那個民意當中的大樹 這個大樹當中如果是BNT 如果是郭董 他跟這個當中 一定會某種程度的部分的妥協 他的這個政治態度 在現在疫情 雖然Delta進來 大家很在意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解讀跟了解一下 陳時中這種政治態度的變化 也使得可能會影響到 許多防疫政策 他可能在某些態度上當中 跟過去會有不一樣 然後我們都會很驚訝 怎麼又跟之前又不一樣了 然後又要再檢視他過去 到底發生怎麼回事 我認為這是現在 很值得觀察的一點 對 我想要呼應一下 這個王老師 因為其實我最近也是看到 綠媒的一個風向 他們突然把它形容成 好像陳時中跟郭董是好朋友 然後陳時中跟好朋友 是站在一塊的 反倒是好像國民黨 沒有站在一起 是國民黨你們之前 這樣子欺負郭董 這個很有意思 風向已經是戴成這個樣子了 剛剛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我們來插播一下 這個確診的機師的定序 是全數出爐了 全數都為Delta病毒 但是據說他們的定序 還有所不同 就同為Delta 但是裡面的細節 恐怕我們等一下 再來做後續的補充